Hello 大家好 薩姐 打3號風球 天文台說得很鬼死含糊 有機會今晚半夜或明天會掛8號 就要視乎距離和風力 我看過預計表 預計明天下午2點都會在香港400公里的範圍以內 正常入到400以內都會有機會打8號 當然要看看天文台 我們照樣是很可愛的 人就是這樣 總是很喜歡有些突然期內的假期 薩姐雖然特別一點 不上班就沒有錢 但也有種興奮 我們有時很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明天打不打8號 明天要不要上班 有時明知道應該也不行 但依然很興奮地睡不著 每個人都很溫暖 不知為何 我今天都有這種情況 然後回味一下 其實我發現 我是準確過天文台 其實是看看我家裡有沒有蟑螂飛來 平時 這只是薩姐家裡獨有的秘方 不能跟其他家庭去做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蟑螂養不起那隻 但家裡沒有蟑螂 只是會有暴風雨前夕 或者暴風雨 即將會打風前幾天 就會有蟑螂飛進來 其實那時候也不止打風 我記得我自己剛剛放完蟑螂 噴霧霧的久 然後隔了一會 即幾天 然後就有隻蟑螂來了 那我就會覺得 應該是會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過會打風的 我反而覺得會不會有 窮風暴雨呢 因為那陣子下雨多 誰知道沒多久就說打一號 隔了兩三天就說打風了 打一號 所以我家裡的飛蟑螂 其實不是我養的 對不起 不知道在哪裡飛進來的飛蟑螂呢 是很準的 所以現在這麼多年都很準 沒試過打拖 真的比天文台還準 我有一次就是 見到天文台說 喂 那天經常都沒有雨落 那我就想著不帶傘 那一天是回東涌 因為之前那幾 即之前上一個工作日 這樣 我公司那裡 即那裡是沒有海關 變了不可以揹背囊走 只可以手握 其實所謂手握 不要以為一個手握袋 小小的袋子是不行的 那個袋子是要摺得起來的 然後你手上只可以拿電話 銀包 當然如果你有本事 嵌一大塊東西 是沒問題的 即是如果你的手可以捧一大塊東西 書呀什麼東西捧一大塊 是沒問題的 但問題是你通常都捧不到這麼多 一個可以摺得到的袋子 要摺上去 不是說摺得到的袋子 你帶進去 你是摺上去 然後就上面放你自己可以見得到的東西 就例如銀包呀 電話呀 那樣 因為上一個工作日就沒有開關 所以就只能夠拿一些很輕的 或者是必須的東西 即是銀包呀 電話呀 鎖匙呀 那樣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在辦公室裡面 有個背樓 加上有一把傘和一件雨衣 所以我 就像一個工作日就把它留在公司 變成我上班的時候 就看到天文台說沒有下雨 加上大家知道我清衣嘛 那來那裡有多遠呢 是不是呢 你說如果我清衣也會下雨 那我估計那邊也應該會下雨 那我清衣是很好太陽的 那天文台又說不會下雨 那我就不帶傘 誰知道它那個PK就下給我看 只是 最後200米 真的 我扔個彎就可以去到 大概200米左右 不夠200米 我就可以去到 那個SatQ那個艇 去到SatQ那裡 就可以問SatQ姐姐 只是那百多米突然下雨 濕了 那 天文台 我當然不會叫天文台 養隻蟑螂 是不是 喂 我的蟑螂就是沒有食物 所以他過來 但是天文台 自己養隻蟑螂 就真的 有蟑螂 所以 就 沒辦法了 那 如果 明天真的打8號 無論他幾點下球 我都不會上班 那 因為 其實 現在在那間 做珠寶那裡 其實是一對夫婦 來的 那 變相 如果他們 他都是跟我一起住青衣的 所以如果他們 都沒理由 下了球之後 回去開半天 那他們通常都不開的 那我也都沒什麼 沒什麼 為他回 對不對 那 因為本身已經是回七個小時而已 你等一會 下球兩個小時 當你九點鐘下球 你11點鐘回去 你也是做過幾個小時 免得了 這樣 因為大家知道 走來走去就慘 不過 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 是回佐敦的 必要時我都還可以飛的 因為 的士費都 不是叫便宜 但都是一個可控制的範圍 但是如果你說回東涌 下到九屎 這樣 你叫我飛的 我真的覺得 不如不要上班好過 大哥 大哥 我這裏飛的去那裏 要成 我想都要成三個小時 因為我試過在機場 飛的回家 即是那時候去玩完 又機場飛的回來 都差不多250 那時候是未加價 而且我現在工作位置 比機場更遠一點 所以應該300元就沒有走 我一天都不是找得很多 我做 我300元 飛的 去到公司的耕庭 從耕庭走回去辦公室 那裏是要淋雨的 那裏是麻煩的 那你不是說 我飛的去 直到我自己的寫字樓 那我不用濕身 不是的 我就算飛的去 我都去到耕庭 我依然要濕腳的 那我不如不要回 還有有個 不好就是 基本上如果打風 橫風橫雨的話 其實是 理論上很多人都會開傘 但實質上 在停機坪是不可以開傘的 因為怕那些風太大 會把你吹起 當然這個是難一點的 但你吹走你把傘子的時候 你的傘子會不會 阻擋入到飛機引擎呢 或者入到其他位置 導致到飛機受損呢 所以基本上在停地平行 是要穿雨褲的 那 雨褲 大家知道是戴眼鏡的人士 那 除非你那個雨褲是這樣的 有塊膜這樣遮 要不然其實你的雨水都會撕到眼鏡 那所以其實是麻煩的 好錯我之前買的雨褲很大 就算我背上背包 外面加雨褲 都是可以扣到的 所以背包是不會濕的 這個是比較好的狀況 但大家知道都是煩的 所以 所以 希望明天真的打到8號 下雨褲 那第二天 星期二回東涌的時候 就可以陽光抱照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 打風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那我現在就很興奮地去期待 今天講到這裡 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真是 住近一些空曠的地方 那風貴就來了 大家做好些措施 會好些些 那令我回憶起一件事 在很小時候打風 真的是放假的 那 原因就是你學校放假 你爸爸媽媽放假 以前打風真的很緊張 超市不開 食肆不開 巴士不開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一打風 其實我不明白 以前打風 爆風球打幾天 現在好像打幾個鐘 可能時代不同 承受風的能力都不同 那時候那些人是很緊張的 那時候那些人是很緊張的 一打風就預留大敵的 要買菜 買成的 但是後期 就開始好些了 因為超市會開 而且變了 變了就是 那些人打風 爆風球都要員工上班 那時候這不是好 那些僱主 八號風球都要員工上班 但是那時候所謂好些的 就是你八號風球上班 是有補貼的 可能會公半 那有些特殊的機構 不可以沒有人的 例如一些醫生護士 可能是補肩 例如一些保安的 要麼就補肩給你 但是通常都會補錢的 就可能成1.2 或者成1.5 因為下一間的人 沒有辦法來 那這一間的同事 剛剛打八號風球 就不幸運了 他頂多一間這樣 通常會這樣的 會有一些比較高一點的補貼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你八號風球 你是要照上班 10號也要回 但是有沒有補錢呢 會不會補多些給你 是不會的 因為我自己那一次 是八個一個大嘟嘟 我家下面只有一個大嘟嘟 問那些姐姐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跟老人家聊天 我說打八號風球 你們有沒有特別補 他說沒有的 八號風球也要回的 哪有特別補 因為可能現在的合約 就是八號風球也要回上班 沒有特別補多一塊錢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不知道 因為香港政府 沒有硬性規定 但問題是 如果八號風球 真的出了什麼事 那怎麼辦呢 當然勞保是會補到的 但是 是否應該要考慮 你可不可以加一點點呢 我當時聽過一個朋友這樣說 他就在智蜜 靜院那裏 在鎮石山智蜜靜院那裏 做清潔 他說不是的 你八號風球也要上班 是八號風球也要上班 我知道 問題是 你怎樣搭車 然後他說沒有啊 不知道最多給你 50元的士錢 你沒事吧 如果你做清潔 你本身已經人工不高 你給我50元的士錢 我怎樣飛的過來 我就算再近 老實說 人家加價 都不止加50元 那我幹嘛要飛的回來 去做呢 我覺得這些就很沒良心 你不是說要特別給多些錢 但是你起碼 給回到的士費 就是人家 即是可能 的士可能是兩百多元 你可能要再加多少錢 那可能你真的要報回 我再加50元 或者加100元 那可能那個公司就會說 我只是給回的士費你 你再加的可能未必給到你 因為大家知道以有根有據 那可能 考量一件事就是 你找個上司 approve你 最多 approve extra 100元 那你自己 暴風球 你就跟的士司機丟了 那的士費再加100元 頂了 如果你真的搞不定 你要再on top加的 那又沒辦法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 而不是說 你要人家8號風球 冒險上班之餘 你連的士費都不給人 那我自己又覺得 的士司機加價就無可厚非 有些人就是 我試過有一次就是 好像是7-1還是11 好像7-1的 那時候就慶祝回歸 那我就住了一晚酒店 第二天仍然是8號風球 那我也要回家 那時候我就叫的士 那時候在龍堡 由佐敦叫回去回家 那我就不停加價 因為的士apps很差 沒有一次過加多少 都是10-10元的加的 那我就不停按10-10元 那後來有人接了 那我不知道是50元還是60元 因為我不停按 那接了之後 我就問我究竟我加了多少 他說50元 那我其實覺得是很划 因為其實 在打風 由佐敦回家 沒有說是打風 在下雨 我都可能會選擇搭的士 現在打風 8號風球 他只收多我50元 我覺得很划 那的士司機也跟我信 剛才在佐敦那裏 有人說是尖沙咀 他就跟他說 加多20元而已 那人說 你神經病 我為什麼要加給你 我心想 其實這些人是 很沒有常識的 因為8號風球 是保險爆的 即是說如果的士司機 在這個時候 駕車出去賺食 那駕車有什麼損傷 給樹枝刮花也好 和人家炒車也好 那個護膜是不包的 那些的士司機要全部吃光的 但是如果的士司機 把車停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例如路邊 或者停車收費錶 而8號風球導致樹壓下來 弄爛的士 那就可以攝影 因為你是擺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所以 那些的士司機都是冒險的 那別人收到你幾十雞 那其實是很正常的 也不是說收你一百二百 都是收到你幾十雞 那當然啦 我自己那時候 在這麼加價的時候 我都有心理準備的 因為那時候都是 好像是疫情的 還是什麼 所以其實是便宜的 那時候住都好像是 四百多元左右 三四百元左右 一萬在龍堡那邊 三四百元一萬 如果他要我加成三四百元 或者二三百元 那我不如訂多一晚酒店就算了 老老實實 那我就不如在酒店裡住多一晚 那我就不如在酒店裡住多一晚 那所以我覺得所有事情是應該自己去平衡 那別人始終冒著危險 去駕駛車 車來去某個地方 那我覺得做人都是應該懂得做 那我的結果就是 是 好像一百元左右 一百元鬆一點的 那的士費 然後再加到五十元八五元 那我給他二百元 因為我預計了 真的預計了整個車 整套是兩百元的 其實兩百多元我都可能 兩百頭我都算了 那我預計了兩百元 那我只要給他兩百元 那他當然很開心 那我覺得做人有時候 要均真的時候是要均真的 但有時候都要體諒一下對方 那如果別人在這些 那麼辛苦淺的 自己能力負擔得起的 其實可以 給回多一點點 只要是自己心目中的數 我覺得可以給回多一點點 讓大家都開心一點 那社會就會自然和諧很多 那今天分享到這裏 希望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那當然我知道有很多 八號風球 尤其是有很多基層的員工 例如保安 食屎這些 八號風球都要上班的 那希望他們 小心注意安全 那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